竹山镇300多年来首次举办的全镇性建教活动 将在10月23日到27日登场 全镇国中国校配合建教活动 不但调整课程 今年暑假也将提早一周开学 虽然引发部分的民众反弹 并质疑县府有偏袒公庙知嫌 不过县府解释 这是经过各校调查后所做出的决定 并非众公庙轻教学 竹山镇将在10月23日到27日 举办全镇性大建教 这次的活动是由供奉官僧地区的 克明宫发起 因为88年 公庙完成整建之后 为办理安座落成活动 便遭九二地镇重创 庙方只好在牧场进行重建 完工之机 打算举办安座落成仪式时 供奉文昌地区的文昌书院 天上圣母连心宫 开台圣王沙东宫 城隍爷 林德庙等八大公庙 因有感于天灾人祸平传 决定携手同心举办建教活动 克明宫主委表示 这次九所公庙 一起联合建教 包括议长 以及四位议员都很关心 由于竹山镇经过九亿地震 陶芝 赫薄等各大天然及人为灾害 地方有感萧条 因此联合九大公庙 举办这次五十年来 全职系的建教活动 我们这个山顶 在这个队九亿地震 包括箭 百亿水灾 后部台风 逃入台风 西上非常多人 还有一些楼头楼 发生的潮也这么多 都没有办法 大路来调度 所以说这个地方 感觉一直有这个萧条 这个替补的这个情形 所以我们的议长 真的用心就在想 看能够来把竹山 再现方法 来共同 来做酒 和协助这些大廟 来转竹山店 所有的这个 我们的祖先 和一些幽露望风 和高风 可以来调拌 国安方位 要让我们竹山店 政法 要可以 照着这个 做酒的这个力量 观光的文化 来提倡到竹山店 来发展 看让我们竹山店 又在像以前 当时在 做发展的时候 大家经济真好 大家都慌慌 所以这个人物 真正重待 但是 也有一些 不方便的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的酒店 拿着来 这个厂口 让我们这个 学校 学生 也不会影响到 它的教育的 点数 时间也不会影响到 拿着来 一厘拜 在厂口 来补到 我们做到 那个厂拜 在厂口 学生也会参与 占捕案的 位于 克明宫后方的竹山高中 由于距离茂方最近 因此不管是庙会活动的热闹声响 或者是出入交通 都会受到影响 因此校长也表示 建教室全正性的大活动 学校又位于克明宫后方 因此校方也考虑配合 庙方活动 将暑假提前一个礼拜结束 针对我们竹山地区 这个联合的一个建教的 一个事宜 我们学校这边 因为距离我们的 克明宫最近 那我们距离 配合我们 镇内的这个 这个 这个传统的一个文化活动 那我们 来做这个配合 一方面也是因为 左眼里我们的学生 我们上课的一个 的一个安定 因为到时候 会有很多的 庙会的活动 跟这个宾客 还有停车问题 还有我们的 大明路的风路问题 会造成我们学生 交通的一个疏散 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 把它当做一个 教育的事情 来教育学生 来配合我们 镇内这个文化的活动 为了配合这项 别具意义的宗教活动 主参政各级学校 将于建教期间 停止上课 一方面减轻活动 所造成的各种声响 影响上课 也希望让学生 能够参与 并了解这项 宗教性民主文化 以此各校将提前一周 结束暑假 以免建教活动 而分散学生上课的注意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